有很多事談,有時打完球搭的士 打完球搭的士,很大汗 然後他們就說,美女流汗特別香 見到女生就會有很多事說 有些很奇怪,有些就正常一點 有些很喜歡說話 有很多事說,很多都不懂路 他們會不斷問我路,但我都沒去過 香港地國韓國業,老一輩的規矩千奇百歲 年輕人入行,又是否注定沒有定期呢 勞工界代表就和你研究一下 的士狗,的士路,哪裏都不去 之類,多到數不到 歡迎退休人士加入的士狗 總之你一上網看到的,不外乎的士狗 不外乎的士路做錯什麼 我們看回,數據都告訴我們 的士司機的投訴量又真是長期考第一 還贏了專線小巴士機 就算我們不看這些 其實Google一下大家就知道 霸氣是香港的士司機的一大特徵 還一早已經成為香港特色 不過這兩位自稱的士界二類的的士哥哥 就跟我們認識的的士佬很不同 一個是全港最年輕的的士司機 21歲的大專身Terence 而這一位就是全行平均年齡最小的 車隊負責人80後的華哥 Terence是城市大學的學生 還讀書的他因為喜歡開車而入行 到現在只是入行四個月 作為行業入面的一份子 那客人上車就要去 這就是我堅持的東西 熟路,一定要熟路,駕駛的士 形象差不代表我要跟著這一行 普遍人的形象 普遍人做出來原來這樣做 他再兜路之類的東西 別人這樣做不代表我去做 其實行內的風氣就是有一班很正常的人 還有一班很不正常的人 很極端的士佬是不會讓人的 的士佬駕駛是很不負責任的 其實我看到這一班就是叫做老屁屁 我聽得最多的就是身邊有些朋友 在其他群組做的時候 他們都是的 鎖了門先 四個門都鎖了 不要讓客人開到門先 接手的時候 叫做人求車那段下班時間 或者叫大水的時間 開下半隻窗問他去哪裏 對的才讓他上 不對的就不要讓他上 過海的打死也不要過 也有些人說過可以怎樣劏客 例如黑的那些 看你自己心態 因為我也遇過這些客人 那時第五波疫情之前 星期五、六的晚上 三點、四點 然後有個客人在灣仔 拿著500元折車 然後就問我師傅 沙田是否去 你上車我就去 你付錢就可以了 然後他就說 我折了四、五架車都不去 因為客人上車的位置 就是一個傳統很多的士在等客人的地方 那些多數都是國海的士 他們就說 我的的士人幾個開我二千元 其實早前而已 我在旺角 那時我準備回香港島下班了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女人截車 就有另一輛的士在前面 那個的士就上了一個女人 之後我就沒有懷疑就走了 去到前面紅綠燈我停 我看一看後鏡 那個的士就趕了那個女人下車 然後就再另一個的士再接他 又是趕了她下車 所以那時他們想去的 不想去的 白搬地踢你下車 或者不讓你上車 會問定 我相信大部份市民都會遇過的 我自己也會遇到 有時候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 大家聊天的時候 我想他們有一種脾氣在那裡 我是不去的 不知為何 其實你和他講不到話 一來脾氣差 二來脾氣相對來說很硬 在說我怎樣做的時候 或者他問我怎樣做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大人和小朋友 他是大人我是小朋友 我怎樣做都不知為何永遠不合你心水 年齡層差那麼遠 很自然大家都有自己一套 兩代人的思維不同 但是為何的士行外的老前輩 又這麼喜歡破壞規矩呢 老一輩覺得駕駛的士是偏滿 比較偏滿的 他們經常覺得一種靠運去賺錢 但也很容易賺 八九十年代我還小 我自己八十後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 家庭聚餐 我姑娘 疑長 那些都會一起聚餐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 開的士的趣事 很多東西收拾 金鏈 金鏈 銀包 賺很多 其實他們已經是那個 那個根 是由 叫做八九十年代 那一班的老伯伯做到現在 我想 我們的士那個叫做 最黃金期是八九十年代 那段時間 即是個個都有鬆動錢 搭的士搭多了 很自然就養大了 一班人的胃口 我想叫做 對錢那個慾望 那就怎樣賺多些錢 怎樣想辦法去做一些 可能叫鼓滑東西 好概括這兩年 我見過Facebook 最多問題的就是 剛才所說的拒載 或者濫收 鬥路不在 各樣之餘 其實多了一樣就是 一些叫做 駕車的手法 的士司機的投訴量 近幾年最熱門的投訴類型 就是投訴的士司機的行為 和工作表現 和駕駛行為不當 我相信這是好的 即是 他會覺得坐得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對這個司機不信任 當你不信任的時候 其實他可能他沒有做錯事 但問題就是 因為他搓到你 或者做一些很危險的動作 然後就拍照了 香港在2020年 大約就有20萬個的士司機 當中60至69歲 和50至59歲的人佔最多 分別有87,412個 和60,118個 也即時說有147,530個的士司機 都是50歲以上 佔了一大半 我遇到的年輕的司機 坦白說暫時就不是很多 很多時候出事 譬如在馬路看到的交通意外 那些嚴重交通意外 大部分都是年長的司機 可能駕駛態度 那麼多年即落 或者在這行的態度 那麼多年即落 所致的 有一些就是 我看著他入行 初頭很正常一個人 做一做一做 走火入魔 六部電話 七部電話 你反而新入行 你是對著哪一班人 你就會是那種性格 華哥所開的的士管理公司 特色就是行內司機平均年齡最小 只有30多歲的車隊 令到新的司機不要被人教壞 而21歲的Terence 亦都是華哥公司其中一位司機 我們騰進開業六年 其實一直都是托手著 首先就是我們的遊戲規則 我們把尺 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你剛剛做這行的時候 你總會對這行有衝勁和熱誠 而在這段時間 你灌輸一個正確的觀念 其實是幫到他不住 我們自己自處就是 守回大家共識的規矩 我自己的圈內開虛心心 好客運地 我租車裡大部份人的理念都差不多 在怎樣做生意 我們怎樣找客方面 大家都溝通到 經常說我們新派新派 所謂新派 其實只不過我們走多一步 叫關心 聽到他們有一些 可能是兔苦水 我們自己有個群組 在聊天的時候 大家去鼓勵大家 不要被他冤枉 就開始偏離整個路線 大家開解大家 這樣會最好 坦白說 我們年輕一輩 以我所知 很多人都沒有所謂 你去哪裡付錢 你便去 如果其他的很簡單 道不同 不相為密 我覺得我做得這份工 便要跟隨規矩 你問我 除了政府規管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跟隨 這些問題 現在又說什麼優質的士 或者中司化 可能也是一個辦法 但是 看看當局怎樣做 有沒有一舊 上可補救 盡做